为东台湾找未来的兆富推手 磁科大跟卫福部合作 开办公费花东护理专班 三一过后12年 最难忘的人是谁 NHK感恩会有灾民还留着当年的借五金 印度全国第一个水下隧道地铁站 在加尔各大地底下32米 11月正式通车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台湾有很多隐形的天才 只要我们稍聚会也可以发掘他们 也许您也看过当红的韩剧 非常律师语音无 描述的是一位高功能的自闭症患者 成为一位成功律师的故事 而在台湾有很多的语音无门 他们也是高功能的自闭症患者 自称是心心儿 今天的头条新闻 我们要带您看两位自闭症音乐家的故事 只要给他机会 就能大放异彩 我是个早产儿 也是个心儿 我只不过是太专心 在音乐领域上的学习 而疏于拓展周遭的人际关系 我现在正在做化学治疗 在吃标把药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赶快成立乐团 成立乐团是我好多好多年来的心愿 但是因为一直忙于家里的 因为我家里三个孩子 但是有两个心儿 为这些孩子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环境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团练 反正就是自己创造机会吧 我现在就用我的余命 有多少心力 有多少精神 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 1965方子新计划 还有1969A Power Love 透过音乐 好像搭起跟人里人里的桥梁 她得到的回馈是掌声 也给她个自信 演出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说 她在享受音乐 身体跟着动 所以她懂得享受音乐了 希望得到更多掌声 希望被邀请去演出 看到自闭症孩子 不要给予一样的眼光 也不要用可怜怜悯 因为他们这些孩子 其实有很多 是有某一方面的天分 有某一方面的价值存在 我们应该去肯定 她这一方面的价值 希望把他们的价值带出来 然后让他们有自信心 然后能够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两位非常音乐家 至此也能够成功 是因为幕后 有一双温暖的推手 就是永远不放弃 他们的爸爸妈妈 而接下来这个故事 是一个爸爸 为了照顾自闭症的孩子成长 他辞去了工作 成为全职的照顾者 陪伴他的孩子 走过生命中所有所有的挫折 现在他的孩子长大了 是特殊奥运的网球金牌选手 他的名字叫做蔡杰 蔡杰告诉我们说 为了在镜头前能够表达自己 或者为了能够上台演讲 他每一次都要练习35次 才有办法成功 他是属于重症的孩子 重度自闭症 他是不跟你讲话的 连对话都有困难的人 怎么可能演讲 我是蔡杰 我今天要来分享我成长的故事 加油 加油 必须请终联系 在这五次 我才有办法记住 已经有两千次到三千次 一般人 你同样的东西 你练得十四二十十九 就受不了了 你自闭症还是 他就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的强项在这边 所以只要肯练习还是可以训练得起来 我的四顿 我一来还是像眼睛一样 恨不感恩 一次又一次去挑战 不可得难的过 你从事静态活动 他坐不掉 没办法 同样想到什么 他们就这样子 这种没有扣语的还是几乎 几乎都这样 动不动就会哭 OK 看前面 看前面 好 出发了 这种事情就是必须靠牵手 然后会有互动 对啊 你如果不好牵我的手 你就会受伤 对不对 你如果身体不保持平衡 就马上 这种都是有立即性 会受伤 所以他不得不展现出他的本能 这样他的那种感觉懂得 确定就会被刺激出来 游泳在深水时 我一两岁就开始训练了 在深水时 你脚底踩不到地板 你不好好抱着巴巴 你是不是就会呛到 就会喝到水 就是要让他呛过 要吃到水 然后他才知道说 你要这个时候 你要好好抱着巴巴 你才会安全 要吃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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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会怕 但是你只要玩过几次 他就会喜欢你 这样就不用说 透过言语来教导 可努力 就可以看见希望 不是说我们重度身心障碍者 一辈子的宿命 就只能去呆疗 只能去呆疗机构 然后变得通行 变得苦 不是说我们身重 还是我们就一定要走 这样的路线 对 我们是要突破 我们要走出 走出不一样的路 确实台湾需要创造机会 来培育各式各样的人才 尤其我们迈入高龄化之后 最为欠缺的 就是护理跟长照的相关人才 现在卫福部的育理医院 就跟慈科大合作 开办了专班 这个专班要招收50个人 据凡是有原住民身份 或者你的户籍 在花东地区的 都可以来报考 一旦考上之后 5年的学习是全工费 而且还有机会 领取生活费 毕业之后 直接在育理医院服务 这是替花东地区留人才 也解决偏乡医疗的困境 靠前仔细叮咛 就怕儿子太紧张 无法发挥实力 希望未来有一个出路 有一个工作 稳定的工作这样子 护理有时候 又遇到一些病人的家属 不理智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 体力上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护理界 需要很多的男生来加入资源 我觉得非常的棒 除了原住民专班外 今年首度招生 卫福部育理医院的华东专班 让学生毕业及就业 将近七成的考生 符合两种资格 录取几率倍增 我们今天报名的有18位学生 都是具有原住民身份 然后他们的户籍都是设在秀林乡 将来学成之后能够回馈乡里 毕业之后没有考到护理师了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长照机构 所以他们会用照服员的身份去聘任他们 不只补足人力短缺 考进专班就有公费生资格 能减轻家庭负担 像是制服学杂费统统有补助 达到学业和操心成绩门槛 每个月占领5000元零用金 照顾华东学字 也培育未来的护理人员 提高照护品质 大爱新闻黄文旗 牛书瓶邓明仪 花莲报道 地铁行驶在水底下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是印度加尔各达开辟了 他们全国第一条的水底隧道 将来会有地铁经过 这个水底隧道是为了跨越 这一条河 那过往跨越这一条河 要不就是渡轮 要不就是开车 要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 每一天通过这条河穿的 有90万人次 这么多 将来这条隧道有520米长 而且是在水底32米深的地方 通过隧道大幅节省时间 只需要45秒 列车奔驰出隧道 鸣笛闪灯庆祝 印度东部大城加尔各达 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今年4月再度写下新历史 水下32公尺深的隧道 是印度目前最深的地下铁道 一头连接的 是加尔各达中心商区 桥林基街站 另一边新建成的霍拉麦丹站 来头也不容小觑 以往跨越湖格里河东西岸 主要是靠四条桥梁或者水路 最新成功试行的地铁 开过520公尺宽的水域 只需要短短45秒 替民众省下大把时间 也能疏解日益增加的桥梁负担 站内地板 车厢仪表板 都撒满代表快乐 以及喜悦的翻红花 期待水下地铁 尽快正式加入公共运输 造福加尔各达人民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三一强证已经过了12年 当年受灾的民众 惺惺惺惺惦惦记的人是谁 休息一会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看这份来自日本 对台湾的念念不忘 摄影 şark内海 大家éri和资源 启启伙似买 trem 그러나 我是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喜欢在鸡流岸时处蹦跳 人们用心附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清净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 他是这样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不好意思 倒钓了 回家晚餐 有一天有鱼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苏丹两个军事组织一言不合爆发的内战 今天已经进入战后的第三天了 首都卡土木的现况是一团混乱 因为街头不断的有双方驳火 当然伤及了老百姓 医药 粮食跟水源都缺乏 甚至出现了军人打家结舍 为了抢夺粮食的状况 而今天凌晨所开辟的三小时 人道通道也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的苏丹的情况 是没有办法给予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看苏丹的状况 它本来在半个世纪前就爆发了内战 直到现在依旧相当不稳定 这个国家以农牧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但是它也是世界上很大的石油产国 自从跟南苏丹分家之后 苏丹的石油出口就减少了 它有三分之一的百姓都陷入饥饿的状态 苏丹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国 包含了黄金 花生粉 芝麻油 还有原油都是它的主要出口项目 其中又以花生粉最为特殊 它是全球最大的花生粉出口国 内战爆发之后 老百姓原本就贫穷的日子 现在恐怕要更难过 苏丹天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 是非洲面积第三大国 也是全球最大的花生粉出口国 2011年以前还没跟南苏丹分家时 石油收入占了苏丹政府税收一半以上 更占出口金额的95% 但因大部分产油区集中在南部 南苏丹独立后苏丹石油产量 骤减75% 政府收入来源紧缩 加上国内政局动荡不断 民生经济惨淡导致大批民众 流离失所或逃往国外 如今再爆发内乱冲突 让高达三分之一人口 需要人道援助的苏丹 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它现在在灾越过程当中 如果进一步局势时间更长 局势再升级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现在各个路段也都封锁了 希望事态尽快能够平稳 根据CNN报道 两军冲突 死亡人数已增加至97人 并有上千人受伤 两军都坚称自己才是正统 派系冲突下经济萧条 百姓甚至不敢出门 生活恐更加煎熬 带来新闻武贵真编译 翻开人类历史就是征战有时 互助有时 第二则新闻报道 我们看一个截然不同的氛围 那是日本311强镇 至今已经12年了 NHK拍摄了一个特别节目 找来十位灾民 希望他们能够表达灾后 他们心中最想感恩的人是谁 10个人当中有两位都提到了慈绩 于是NHK就对这个来自台湾的团体特别感兴趣 也邀请了慈绩志工到现场录影 其中这位女士她就拿出了自己手写的卡片表达感恩 还有一位男士则拿出了12年前她领到的剑五金 当时她其实非常需要这笔钱 但是她舍不得花 一直留到现在都没有动用 就是希望这份恩意能够一直留在心中 时隔12年 小野寺妻子重回海啸发生地 当时的恐怖景象仿佛又重现眼前 就趁着一步来 船会流出来 真的是一样的 纪念311复合式灾难12周年 日本NHK制作特别节目 找来十位受灾地区的居民 询问他们想感谢的对象或团体 有点着 小野寺妻子就把这份感恩送给自己 通知基金会の皆様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 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に笑って暮らせてます あの時の支援を心から感謝してます 一体友好を永遠に願います 小野浦の二子よ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她说她不会写中文 但是她自己用日文写下来以后 经过Google的翻译 看到用上面的汉字 一个字一个字 很恭敬地写下来 感恩台湾慈祭 在契仙找市 经营水产公司的小野四季子 其实当年就曾经到慈祭 发放剑五金的场地 当过志工 始终记得慈祭援助之情的她 两年前还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 采买凤梨 谢谢台湾 もうそんなんだったら 台湾からたくさん 五重支援いただいたんだから ここは私たちがコンテナで買って 食べようと 今こそ三陸の出番 10年前のご支援に感謝ということで ありがとう台湾 パイナップル支援プロジェクト っていうのを立ち上げて 除了这份食指的回报 也有居民这样做 听到受災居民如此珍惜这份援助 受邀参加节目的慈祭日本分会代表 也红了眼眶 遗忘的旧情 这份援相信永远也不会断 戴新闻 綜合報道 青手布施過 走過就不會忘記 在2006年慈祭在約旦展開發放 当時的哈山親王 親自参与了發放 感受青手布施的那份温暖 而在2008年慈祭发起了 減碳333 立抗全球暖化的行動 2008年4月17日 藤袭大帝 減碳333起跑 全球暖化 日益嚴重 本日慈祭发起 藤袭大帝 類型減碳333行動 不必要的 就不要那么多的消费 所以就是reduce 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客气 减少消费 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我有东西坏掉了 修理 不要马上丢掉 不要马上丢掉 修理 那真的不行了呢 我们要回收recycle 善定地球公民责任 改变生活态度 减少碳足跡 例行九种简约生活方式 今天的简碳的一个活动 就是关灯 电影 为进一步推广環保理念 4月19号在花莲靖思堂 举办一场电影欣赏会 片名吉地熊宝贝 讲述地球生态遭受破坏 地球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北极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要减碳守护地球 其实是人人都有责任 并没有明显的电话 4月下旬在举办专题讲座 主题是全球暖化与粮食危机 邀请各领域专家分享所学 不是作物生产直接降低 而是病虫害都会受到影响 那蜜蜂会迷航 或者是失去它原来的生态环境 蜜蜂没有 全世界的粮食就少三分之一 两近06年4月17号 约旦哈山亲王首度参与发放 此季约旦据典1997年成立后 启动关怀 本日志工前往马夫拉克地区 贝多因部落进行发放 约旦皇室哈山亲王首度参与 亲王放下身段 跟民众握手 笑容挂脸上 亲和力十足的亲王 还跟着志工踏进帐篷区 进行居家访试 送上关怀 我曾经发现就是说 生生世世要做善男的好弟子 所以我自己要求我自己 而且看到很多众生苦是也体会到 肯定志工复出 2007年9月 此季所援建的阿布杜拉盲童 娱乐中心启用 哈山亲王也亲自到场祝贺 亲王信奉伊斯兰教 但行善之心早已跨越宗教 2708年8月 志工前往马夫拉克地区发放 哈山亲王再以行动支持 约旦哈西米慈善组织 是皇室所成立 2017年8月 该组织来台进一步了解慈祭 也带来哈山亲王的祝福信 第一步我把这一步 我把他们接触了一遍 他们接触了一遍 他们与其他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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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成为一样的家庭 我非常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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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88岁的老人家 每天清晨三点起床 心心念念就为了给大家奉茶 但是没想到他煮茶的小屋子 却在日前一场大火烧毁了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来认识他 也看看这个 坚持了27年如一日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以为一呼吸单单 就能扬入虎口 手机 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不愿意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星期三有机会降下春雨吗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必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明天和今天一样形容台湾 以及马祖金门澎湖就是暖热 我们先来看风场预报 明天还是吹着稳定的东南风 往上带来暖热的空气 而且没有明显云气对流 我们从这一张东亚地区卫星云图 透过这个色调强化影像看到 有一些对比色接呢 代表是有对流包的发展 而台湾还有周围海域 蓝色代表比较稳定的气流 除了暖热之外呢 空气品质也稍微差了一点 透过这一张真实色的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哦 中国大陆沿海这个细旋湖为例呢 移动的关系加上有本土污染物 西半部是位在被封侧 扩散条件不好 而且午后呢 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 臭氧浓度也会升高 而同时金门和马祖 很容易因为浓雾或者是低云 影响能见度 比较差的时候 能见度甚至在200公尺以内 那么环保署的空品预报 就要提醒您了 橘色灯号的地区空气品质 不利于敏感族群 建议要避免户外剧烈活动 那么也因为明天吹东南风的关系 北北基陶扩散条件更差了 明天是红色警示 建议所有族群要减少户外的活动 而气温方面呢 南部是偏热的 今天中午高雄内门37.1度 月煤36.3度 预估明天台南以及高雄 是橙色灯号 最高有机会来到38度 那么屏东接近河谷 或者是山区呢 也有可能来到36度或者以上 其他各地白天则是30到32度 生活follow me 小丁丁要告诉您 高温提醒的这些地区 请观众朋友要补充水分 在户外假设您预计超过30分钟 建议防晒保护 尤其是正中午11点到下午1点钟 请减少户外劳动或者是剧烈运动 防范热伤害 那么这两天呢 因为境外加上本地污染物不容易扩散 所以明天北部地区会出现 空瓶红色警示的灯号 桃园以南呢则是橘色提醒 我们从健康角度来建议 假设长时间在户外的话 口罩还是保持佩戴 而明天各地情道多云 只有午后接近山区可能有零星雨 预计后天星期三封面接近 全台湾降雨机会才会大幅的增加 也期待来纾减一些缺水之苦 谢谢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联病房是许多生命最终圆满的所在 在新联病房服务的医护人员 必须格外细心地照顾病患和家属 做到生死两相安 今天起我们推出专题报道 讲述新联病房的故事 第一集要探讨的是 即便是小小孩也需要悲伤辅导 让他们能够面对长辈亲人离去的事实 不要在小小心灵留下遗憾 最亲爱的阿姨离开人世 成了幼幼画中的天使 像花也像太阳 幼幼相信只要一弹琴 阿姨都能听见琴声传递的思念 因为刻印在心里是美好的约定 亲人还在的时候给小孩子一个很好的连结 或者他之后思念她的时候 有一个表达的出口 新联病房外的庭院 黄花枫林墓开得最旺盛时 秀至临终之前和家人在这里留下永恒婚意 还好来得及道爱与道别 家属的伤痛稍稍获得抚慰 以前的人会迷信 因为迷就会疑惑 就会觉得说我不要让我的孩子去看到 就是身体不好的人 他会觉得那个场景不好 其实要打破 我觉得要开朗 要坦诚 甚至要告知 就说他真的不行 而不是说他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回不来了 不是这样 这样会造成哀伤存留 中慈新联病房注重儿童哀伤辅导 为病人举办生前告别 特别在病友与家属见面之前 先让孩子回想生活点滴 动手做黏土 折纸 甚至写下想说的话 儿童哀伤辅到一个移情作用 对 那这些移情的作用是由他自己想怎么做 想要做什么材料 想要怎么呈现 平常他可能不会讲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当下这个状况他就都会表达出来 那你才知道说原来小孩子心里面 他也是有很多想法的 不要想说之后可能还有机会再做 其实我觉得真的想到的时候 就要马上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也不知道时间还有多久 生命还有多久 生前的做效果很好 如果生后的做都是追忆 追忆就会有点空 因为没有互动 对 这就比较可惜 他们也都藉由这个 告别师他们也都很明显感觉到说 真的是有亲人要离开了 对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个画面 这个记忆 应该会一直都在我们心里 就是一定会在太阳旁边 很温暖 天天看着我 然后他就是 他本来是一直哭泣的 他就自己就突然转换了 没有再哭了 当情感有了具体的连结 哀伤得以释放 告别的病人善终 活着的遗属善别 生死两安 不留遗憾 医院本就是生老病苦的场域 一杯茶 也许能够释怀病苦与悲伤 这位老人家的名字叫做邹青山 大龄慈激医院的人都称他为青草伯 因为88岁的老人 过去天天凌晨3点起来煮青草茶 就为了给医院的人一口清凉 或者是冬天里的温暖 这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生命之夜 可是前几天一把大火烧毁了青草伯的工作坊 88岁的老人难免心中有失落 活在现场消防队灌旧农烟密布 熬煮青草茶的工房复之一具 幸好当时工房里没有人 志工邹青山赶到现场心情沉重 人称青草伯的志工邹青山 27年前大龄慈激医院新建时 就到工地熬青草茶 慰绕志工及工人 医院起夜后继续为医护及民众奉茶 味道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没有变的 是很用心 对 然后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付的 欢迎来来很高兴 有这堆糖要喝吗 在这堆心甘甜 工房烧毁 院内原本放青草茶的地方 只剩空空的台子 来院民众好失望 来这边看病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一样 我特地带了茶杯要来装 结果今天就没有看到了 88岁志工邹青山跟妻子 过去都是凌晨三点 就到医院旁的工房 熬煮青草茶 连台风天跟过年也不休息 有人喝酒 有人买都不太高兴了 现在我们算了 整个澡要吃不吃吃 青草伯为了不让大家久等 一周内会开始在家熬茶 院方也讨论建制临时工房 让青草伯继续为大家服务 大爱新闻张柜端李月威 严广胜嘉乙大理报道 再来看这位是台南长大的孩子 花莲慈激医院的副院长吴宾安 回馈他的故乡捐赠了两间的禁私阅读书仙 校长还把他当年的学籍资料都找出来 还让他回归到童年时光 感谢9305无宾安小朋友 139公分的情绪 139公分无宾安小朋友 我小毕业就这么高 点名啦 但打开这位小朋友学籍表 不得了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我就回到童年了 我一直记得我的学校是9305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校长还把我肉说 还好我过去没有什么恶行 不然就会漏起来 好像全部都改变了 不变的就是我们这一颗童心 曾在南部偏乡行医 先任花莲慈激医院副院长吴宾安 为家乡关庙国小归人国中 捐赠近思阅读书宣 有动物啊鸟 不知道可以飞多高啊 这边就有昂雨 蝶笔 喷射机高啊 学会的爱护动物 它活得很丰富 会欺欺欺欺欺欺欺 妈妈都是会一直爱着你的 我爱妈妈我也爱妈妈 现在缺水 很惊讶 全球有50%用水都被 去牧业站去了 喝到的水很少 真贵 这些书宣都要设置在这个 百年雨肚树的旁边 尽管看出来了 那个feel也很盛 很感谢这个小朋友 做这件这么好的事情 只有尽棉薄之力啦 因为我是在观庙长大 对这些学弟妹有一些 这小小的回馈 静下来读一点点书 看到一句静诗语 都可以改变她的人生 种在她的八十点钟 这个是永远的 打造学弟妹专属的阅读天地 回馈母校留下善的足迹 大爱新闻 吴宣宣 林道明 台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